大家在绘制这个米字格的时候应该就了解我们在整个converse中进行绘制的过程中使用的是converse内在的坐标器 那么也就是说00点的坐标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现在使用JavaScript的鼠标事件来获得的坐标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大家都知道在鼠标事件中 响应鼠标事件的函数所传入的这个参数在这里我简写成E 实际上它是event事件的意思 这个参数中携带了鼠标的位置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e.clientX和e.clientY来获取相应的 在html文档中鼠标所出的XY的位置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onMouseDown这个函数中加入了一个alert语句 来打印出相关的坐标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坐标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个浏览器中 我们尝试着在converse的左上角这个位置点击一下鼠标的左键 那么此时大家可以看到alert弹出了一个对话框 显示这个坐标的位置是47310 当然大家在自己的不同的分辨率上屏幕实验的话 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跟我们期待的和00这个数字相差甚远 那么此时00这个位置在哪呢 大家可以猜想到应该在这个整个html文档的最左端 也就是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程序里 由于鼠标的事件是加载在converse上的 所以我们在converse以外点击鼠标的话 这些事件是不会响应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个坐标系的问题 那么我在这里暂时性的给document加上了一个onmousedown这样一个鼠标事件 那么这个鼠标事件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alert出来当前鼠标的坐标 那么此时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程序 此时我们尝试在这个屏幕的最左端的左上角点击一下鼠标的左键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 现在我这里显示的是20 就是因为我这个鼠标点击的不够精准 但是可以看出 趋势上这一端才是00的位置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把鼠标事件中 event给我们的client x client y 也就是在这个html文档中的坐标 转换成相应在converse中的坐标呢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坐标的转换 使得这个位置是00 也就是converse真正的00点 我们只有拿到了这个converse的坐标 才能根据鼠标的位置进行正确的回图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如jppt所示 那么这个蓝色的边框表示屏幕 在这个屏幕中间绿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converse 那么此时我们converse中的一个点 如果是xy的话 那么x对应的是从这个点一直到屏幕边缘的距离 而y呢 对应的是从这个点一直到屏幕的上边缘的距离 我们应该如何得到这个点在converse中的坐标呢 那么大家通过这个图应该就能看出来 converse离这个屏幕的上边缘的距离 如果是top 那么converse离这个屏幕左边缘的距离 如果是left的话 x减去left和y减去top 这个坐标值就应该是这个点 基于converse的这个坐标值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 如何取得converse距离屏幕的上边缘和左边缘的距离 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使用javascript中内建的一个函数 叫做getbondingclientrecht 这个函数获得一个元素 它的最外的包围盒 并且可以取得这个包围盒的信息 这个包围盒的信息中就包括top和left这两个信息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对于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坐标系转换的功能 由于它在我们的应用程序中会经常使用 所以我给它创建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的名字呢 我管它叫window to canvas 表示从屏幕坐标到converse坐标 这样一个坐标系的转移 那么传用的参数呢 是xy两个参数 非常简单 那么在这个函数里 我们就要先像刚才所介绍的那样 拿到converse所对应的这个包围盒 那么我们提到过 这个包围盒就是调用getbondingclientrecht 这样的一个方法 获得了这个包围盒以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bbox的 大家可以看到bottomheightleftrighttopvis 这些属性获得这个包围盒的相关信息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关注的是它的left和top两个属性 具体的做法呢 我们直接return回去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来代表一个坐标点的对象 那么这个坐标的具体的设置呢 就是x坐标为传来的这个x 注意这个传来的x是屏幕坐标系的x值 减去bbox它的left的值 那么这个就是相对应的 在converse上面的x的值 同理对于y来说 就是传过来的y减去bbox的top值 那么这样我们返回了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代表一个坐标点 这个坐标点有xy两个属性 它们的计算过程就被封装在了window to converse 这样一个函数里 如果大家稍微实践一下的话 会发现这个返回的xy的值呢 是一个浮点数 那么我们具体的在进行处理的时候 整数就够了 所以在最后呢 我又让这两个坐标值呢 经过了mass.run的这个函数 这样四折五入形成了一个整数 下面我们简单的实践一下我们刚刚编写的window to converse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把刚才测试用的这个document上的almostdown给删去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不需要它 同时我们改变一下在converse.almostdown中 这个alert的逻辑 那么这个具体的过程呢 是这个样子 首先我先调用一下window to converse 把e的clientx和e的clienty当作参数传入刚才的这个函数中 那么返回的呢 我管它叫做一个locationloc lock 大家可以想象 此时这个lock就应该是根据传进去的这个屏幕坐标系的坐标值 来计算出的在converse中的这个坐标值 之后我使用一次alert 把这个converse中的坐标值打印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在这个程序中 我们再尝试着去找到这个converse左上角的点 那么点击鼠标左键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返回的是12和00很接近 当然我这个是精度的原因 无法非常准确的找到00的位置 但是从趋势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刚才点到的这个位置 大致是在converse这个坐标席下00的位置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得到鼠标点击的位置 是在converse坐标系下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剩下具体的绘制过程了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刚刚制作的这个非常简单的window to converse 这个函数它的通应性是非常强的 当我们使用converse与鼠标进行交互的时候 可能大部分时候都需要了解鼠标的指针 具体在converse坐标系的什么位置 那么都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来计算 希望不仅是在这个应用程序中 在大家的下一个converse应用程序中 大家也能够使用这一个函数来解决你的具体问题 大家加油